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黄河里拉网捕鱼 危险重重 绝非易事 土造柴火大铁锅 鲤鱼配上鲜花椒 花椒酸奶 花椒茶 花椒鞋垫 花椒灶 本期香土都进陕西省寒城市 看椒香的季节 椒麻的味 你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香土 本栏目由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咱们要去的是陕西省的寒城市 说起这个地方的一个特产 只要是提起来 也许电视机前爱吃美食 会做美食的观众 就会知道那就是花椒 眼下正是花椒成熟的季节 我们编导去了那儿 跟着当地人那是饱足了口福啊 寒城市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 东北部的黄河之滨 在中国有句老话 民以食为天 寒城的美食可以让你吃上一个月不重样 而来到寒城 当地人首先一定会向您推荐的 就是寒城馄饨 说起这馄饨和别处还真是大有不同 寒城馄饨在过去是老百姓在重大的日子里才会吃的一道美食 所以加入的配菜自然会更加的丰富 而这馄饨也比别处的馄饨秀真了不少 它里面包的萝卜干 它把萝卜干封干以后 然后做得很小 我们韩城这个馄饨 你看有没有像那个金元宝 它就有招菜的意思 因为我们过年才吃这个 寒城的小馄饨 吃上去口感更像是一个个面割的 每到周五 馄饨店里就会挤满食客 很多人从远处跑过来 就是为了这一大碗鲜美的馄饨 李江峰是这家馄饨店的老板 从他的爷爷到父亲 如今再到他手里 馄饨店已经开了三十多年 每天早晨五点 他就要开始忙活着 为一天的生意做准备 熬汤是他每天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韩城这边对汤的讲究特别重要 这个骨头汤它必须熬四十分钟以上 然后它那个汤才比较鲜 馄饨吃起来口感是否鲜美 骨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熬制骨汤所用的调料 却出乎意料的简单 这个汤我们任何调料也可以不加 但唯独就得加这个花椒 我们当的这个花椒 它可以去这个大口里面的油腻 然后它可以提鲜 必须得有这个东西 没有想到决定一锅骨汤成败与否的关键 竟然是一把大红袍花椒 李江峰用一句话 概括了韩城人对花椒的喜爱 不论炒菜还是干啥 它都要放 还是一大把的放 因为我们韩城这边产这个花椒 据史学家考证 花椒被用作调味料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 而韩城花椒的种植历史 距今已有上千年 这里的花椒因为晒完之后 颜色依然鲜红并且果实饱满 所以当地人称之为大红袍 都说韩城人喜欢吃花椒 当地人告诉我 说他们平均每户人家 一年吃的花椒量 是其他城市的三倍还要多 你看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 是他们当地的酸奶 它竟然是花椒口味的 足以可见 他们当地的人真的是特别喜欢吃花椒 其实挺好吃的 带着花椒的清香 然后酸酸的甜甜的 如今韩城的花椒产量 占据了全国花椒产量的六分之一 眼下正是花椒成熟的季节 韩城可以说是椒香飘满城 看这些树上长的花椒 都是红色的 看上去像花一样圆圆的看上去 而且味道特别特别的好闻 那么其实这花椒 你看它们都是 一树上面长了好多好多小小的花椒粒 那我听当地的人说 在过去的时候呀 因为它这样的一个长相 所以当地人都觉得它代表着多子多福 所以呢 当时如果二十月有男孩要想追一个姑娘的话 就这样摘一个花椒送给它就可以了 就像咱们今天 男孩子想追女孩子就给它送玫瑰花是一个道理 那设想一下如果有人喜欢你给你送一束花椒的话 是一种什么感觉 应该是挺奇特的 走我们再去看看 花椒是韩城主打农产品 去年韩城市农民人均花椒收入达到了一万一千多元 花椒树成为了农民致富路上当之无愧的摇钱树 但是这摇钱树也经常使它们伤痕累累 其实不仔细看的话 发现不了 上面是有很多的小刺的 所以摘的时候经常会被刺扎到吧 是吗 扎死我了 扎死 哇我刚才看到 这上面一道一道的都是它划的 都是刮的 你这快一点 它划了 刮就刮了 就像这样摘的时候 胳膊就经常会被树上的刺刮到 所以这位阿姨 她的胳膊上一道一道的全是 刮得疼吗 不疼 不疼啊 不疼就多刮两下 多刮两下 既然那边有人说不疼就多刮两下 我觉得应该还是疼的吧 我看看您的手 这个手上都是一道一道 这都是彩胶彩的吗 都是彩胶彩的 粘的这些黑色的 都是扎到了是吗 它扎破了 我的姜就黑了 有那个姜 剩进去了姜就会黑 由于花椒树上都是刺 因此摘胶工经常会被划伤 而相比起被划伤 被花椒咬到 是更加严重的情况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它果敏特别厉害 它有什么感觉 是痒还是疼 开始就痒嘛 一痒大就疼 最后就慢慢就脱 就脱皮了 好辛苦啊 真的好辛苦 这一个月叫做脱两三层皮 那还来摘 我还那么死 显得没事 我那真的 这也是很辛苦的事情 然后现在就戴着手套再摘 一直戴着手套 手套戴着它 手套戴着它都要过敏 它就过敏 就成这个样子 由于花椒种植规模大 花椒采摘又极其困难 因此每年花椒成熟的时候 在韩城都有着十万教客 下韩城的说法 也就是说 这些摘胶工 都是从外地请过来的 来的十多年了 来十多年了 就来他们家吗 还有别人家还来了 到他们家待了多长时间吗 到他们家来了四五年了 四五年每年都来他们家 到这个世界就来给他摘胶 那摘这个胶的话 怎么算工钱呢 算工钱 论金嘛 论金啊 一斤多少钱呢 两元多 一斤两块多 那你一天最多能摘多少斤 最多能摘四十多年 由于摘胶工 都是从外地请过来的 所以这摘胶的一个月时间里 他们的吃住 都有请他们来的 花椒种植户负责 他叫梁月音 说起自己每年都来的理由 除了能够挣到一笔 还算可观的工钱之外 吸引他的 还有一道 让他难以忘怀的美食 而且这个味道 是在别处都吃不着 他叫黄明哥 是这几亩花椒地的主人 说起他的特长 在村子里只要是提起来 那可是无人能及 这样吃 就这样吃啊 嗯 麻吗 不麻 不麻 我尝一颗 给我尝一颗 尝一颗 敢吃不敢吃 这个花椒的水分是非常足的 我只是轻轻一压 碰了一下 它这个水分就爆出来 我现在舌尖是麻的 你刚才吃了那么多颗 不麻吗 我不怕 不怕呀 不怕 你吃一颗的人是都能吃这个吗 不能吃 不能吃 都不能吃 我自己吃了 吃吃吃习惯了 你吃一颗 等一会就香味就出来了 不 我觉得等一会香味没有出来 我现在等了一会 我现在嘴唇都是麻的 麻的 对 那这个鲜花椒它的麻度比干花椒还要再麻一些是吗 对 因为它有水分 有水分 就是它晒干的过程中 水分挥发出去的时候 麻度也被带出去了一些 花椒虽香 但是鲜花椒的麻味并不是谁都能接受的 只是一粒小小的花椒 短短一会儿的功夫 我们的编导已经被麻的一度想暂停拍摄 我感觉 感觉说话舌头有点不太够用 太麻了 太麻了 不香 这真是一方水徒养一方人 对 我吃个苹果中和一下 对 你知道它有多麻吗 我咬了一口苹果我能尝到甜味 但是我的舌头已经没有知觉了 我的舌头吃苹果的时候已经感觉不到它的触感 只能觉得它是甜的 在过去日子 雨水多了 成熟的花椒被雨水打掉 产量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摘椒工们都是加班加点的在赶摘花椒 他们每天早晨四点多就下地干活 一直到晚上七点才能回去 在这期间 他们的早饭午饭都由花椒种植户做好送到地里 日头接近正午 黄明哥回到家里开始准备午饭 今天他要做的就是让梁月音难以忘怀的一道美食 这道美食竟然是由花椒叶制作而成 我学的做饭就是一吃就是跟上大人就是这样做的 花椒也可以做好多饭 中中的时候能变那个花椒 添到里边变那个花椒 落寞的时候也可以添 中面皮的时候也可以放 陕西境内的关中和陕北地区 主产农作物就是小麦 所以很多陕西人非常喜欢吃面食 他们能用白面做出很多种美食 而在韩城 他们的面食里又多了一个花椒叶的元素 由于烙出来的面皮都很薄 所以要把花椒叶细细地剁碎 然后再放入事先调好的面糊里搅拌均匀 在黄明哥忙活的时候 他的老伴马养中也没有闲着 今天是个好天气 他要抓紧把昨天摘下的花椒摊开进行晾晒 晒椒非常重要 椒一旦铺开就一定要晒干 否则就会发霉 这样就卖不了钱了 但今天摘的椒带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 五六百斤的湿椒 他们要先放在屋子里晾着 一天就做五六百斤湿椒 这个椒要晾起来 不刚对一对 对一对这是发霉 发霉一发霉就发霉 上面有很多那些白点 就是发霉了 发霉了 因为它本身有水分 然后现在这个季节温度又高 所以一捂的话就很容易发霉 对 这是专门存放干花椒的房间 干花椒不能再和湿椒放在一起 否则受了潮气依然会发霉 最厚的你看 那就是这种 这种 是大颗的 这差不多能达到四十块钱 那眼神比这还凉 麻养中一家种花椒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也正是靠着种花椒 它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就花了七八万块钱 盖上了这两层小楼 而这对村里的人来说 并不是稀奇事 这里的很多农民都靠种植花椒 发了家治了妇 此时的黄鸣哥已经准备开始烙面皮 把面皮薄薄的摊好 盖上锅盖 等上五六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由于吃饭的人多 黄鸣哥需要烙上二十多张面皮 整个过程忙下来要一个多小时 这个颜色很漂亮 晶莹剔透的 就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为了让面皮更香 也为了防止面皮落起来的时候 粘在一起 还要刷上一层植物油 眼看着面皮烙好 快要大功告成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你真不会弄什么 这凉皮 凉皮 要凉了你看 要凉了 要凉了 不凉了你看 我买卷它了 你看 它得要放凉了 有时候可以卷是吗 对 其实大叔是刚才心疼黄大妈 然后帮他 想分担一点 然后把它给卷起来了 结果没想到帮了道忙 你看现在都断了 对 对 对 可以看出来 大叔还是挺心疼您的 看您忙 那到忙越甜 他出所 都要好想就帮忙了 平时挺疼你的 是吧 一辈子都是那样子 然后帮了道忙 还得挨骂 好心帮忙 没想到帮了道忙挨了骂 马大叔决定听黄大妈的指挥 这样总不会挨骂了 而对于挨骂这一事 马大叔显得非常有男子汉气度 不臭 扔着 面皮晾晒了之后 卷起来细细的切成条 虽然都已经断了 但绝对不影响口感 吃到嘴里是清香的 就是那种花椒叶的那种清香 和花椒的味道还不一样 它的口感是弹弹的 很有嚼劲 然后嚼到后期的时候 还会有点的甜味 真的是很好吃的 花椒叶面皮 虽然已经非常清香了 但若想让它的味道更有层次 则要搭配这红通通香喷喷的 油泼辣子 午饭做好 马大叔和黄大妈 开始准备给地里的 斋交公门送过去 就这好吃 回家吃不上的 还想着呢 这就是让梁月音 难以忘怀的 别处吃不着的味道 而对于韩城本地人来说 秋季是花椒成熟的季节 也是黄河鱼最肥美的季节 两种上好的食材遇到一起 他们绝不会错过这绝佳的时机 来犒劳自己的味蕾 他叫潘云龙 在一个农家乐工作 闲暇的时候 就会和父亲一起去黄河捕鱼 不到好鱼 就带回去卖给农家乐 他们今天要在黄河里拉网 咱们今天这个网是多大的呀 30米的 30米长的这个拉网的话 算是大的吗 还有更大的吗 还有大 还有100多米的 100多米 那要几个人拉呢 那是四五个人拉 哦 四五个人一起拉 像这个30米的话 两个人就可以拉了 是吗 来 哦 就拉着这个就可以了 哦 本来 如果说是 往远的地方走的话 就拴一条绳 拉着绳走 哦 要不人不可能到那太深的地方 这里面全是泥 你看那中间全是泥 一脚踩 你这会在这站着呢 你往前迈一脚 就倒腰了 再往前迈一脚 就把你磨了 你被陷过吗 陷过 陷过到腰了 然后我爸扣我 扣了 将你两小时 我扣出来 潘云龙是一位捕鱼爱好者 从小跟着父亲 在黄河里走多了 他也见过不少的大鱼 一米二三再大 这么大 这么大的鱼能拉网拉到吗 可以的 稍作准备 潘云龙和父亲开始拉网 快快 潘大叔已经往里去了 通常这种深的地方都是爸爸往里走是吗 我爸水性好 你稍微松一下手 感觉有人在跟我拔河 我的天哪 不过拉着这个网 其实也是有好处的 因为这个河底特别的滑 拉着它的话 反而能保持身体平衡 不至于摔倒 就是这么拉 就往下走就可以是吗 要快一点 你这样都是翻过来 你得走到往前头去 不行了 不行 我在被它拉着走 这个季节 黄河里的鱼都是逆流往上游 所以只要顺着水流走 就可以捕到鱼 黄河看似表面平静 其实水流还是很湍急的 而拉网 就是要拉着网向前走 像我们编导这样 既走不快 力气又不够大的 只能被网拖着走 这个网真的不好拉 我被这个网戴了 直接就到了深水区 现在裤子已经湿了 还得往回走 是收网了吗 是 哇 好快呀 就拉一下就能收网了 看看有没有收成 拉网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有没有鱼 也就是几分钟之内就能见分晓 哎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条 没白来 在哪呢 刚卡着一个 就不乱 哇 好大的一条 这算是你捕到的大鱼吗 算是大的吗 可以说算大的了 在黄河来说算大的了 这个是什么鱼 鲤鱼 鲤鱼 这是个鲤鱼 金贝 红蚁吧 哦 它就是黄河鲤鱼啊 对 眼看到的饭点 也是潘云龙该上班的时候了 他们主要做的就是农家灶台炖菜 灶台鱼就是其中的一种 黄河鲤鱼肉质肥厚 细嫩鲜美 在搭配上这个季节才有的一味做料 就是让很多韩城人一起都要流口水的一道美食 炖鱼的方法和平日里家常做法都差不多 但是想要让鱼肉更加鲜美 这个季节的鲜花椒就是最好的做料 这个时候啊 在这个季节咱们都是线花椒 因为线花椒比赶花椒的味道更长更辣更香 特别的鲜美 所以说这个时候客人很多很多 咱们用的这个烙铁锅 柴火灶 这什么制造的党级人烙鲤鲜 都这种吃饭 我们都是防火安扁人 鱼法大碎口去捞鱼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吃的很少 生活都比较贫困 就是靠吃这些鱼才能吃到肉里的东西 鱼肉炒香倒入水 大火稍旺煮上二十分钟 一锅热气腾腾的焦香灶台鱼就做好了 每年这个时候 农家乐的生意会越发的好 大家都为了来尝一口这平日里吃不到的鲜香 它鲜它够嫩 然后这个花椒嘛又麻 然后配上这个鱼那个鲜 它吃起来真是太过瘾了 越吃越想吃 越麻越想吃 完全就是杀不住车 知道吧 民间有句老话说的好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韩城不但有山水 还有花椒 如今 韩城人把花椒产业越做越大 每年还会举办盛大的花椒节 来推广各式各样的花椒新产品 这一整个店里面卖的几乎都是花椒产品 我大概看了一下 除了传统的花椒油 还有这个花椒粒 还有很多很多的精深加工的产品 你看例如这个 这个居然是花椒茶 那这个花椒茶喝起来会不会有点麻呢 不会的 它就是喝起来就是一种那个焦香味 花椒茶 花椒鞋垫 花椒精油灶 在韩城有很多的店铺专门售卖花椒制品 他们甚至用花椒做成了各种小零食 花椒糖 对 花椒 这个是花椒汁和糖浆精致而成的 颜色很好看 静音提透的像琥珀一样 里边有那种小小的花椒粉 花椒末 里边有很多的小颗粒 就是花椒的成分是吧 对 我觉得这个味道很像是我们在家里吃的花椒油 但是比花椒油的味道稍微要淡一点点 韩城人真的是太厉害了 从这些精深加工的产品就能反映出 他们真的是把花椒给用到了极致 看了节目真是不由得感叹 摘焦人的辛苦 而节目里呢 一道道用花椒做的美食 也真是让人看着就垂涎欲滴 更让人惊叹的是 如今的韩城人发挥他们的奇思妙想 用花椒制作出了那么多衍生的产品 相信他们的勤劳智慧 会把当地的大红袍花椒产业 做得像它的颜色一般 红红火火 好了诸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每天收看农业节目的朋友们 我们在这里提醒您 记得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 摇一摇 摇TV 获得惊喜福利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信息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 微博微信 手机客户端 也可以登陆央视网 查询浏览 欢迎广大观众 和我们交流互动 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扎西为何对去牧场如此期待 什么事让这些人如此开心 他们对马有着怎样的特殊感情 住在高原上的牧民 过着怎样的生活 下期乡土 带您走进四川新龙 看看这里的牧民 过着怎样的生活